跟另一半是會有幾種體會 剛在一起的時候會翻來翻去的 大概會有三到五種 啊現在 三到五種很多 現在在一起久了只會有兩種 這正面跟背面 對 一般也只有這兩種 每種真的 感謝你們從我默默無名 到現在已經90萬的訂閱 從我模仿凳子裡到現在走出自己的路 也謝謝你們一直這樣子 停我支持我到現在 然後很常看到你們在幫我跟Heaven吵架 希望你們不用跟他們吵 因為跟他們吵架是我的工作 你們只需要愛我鼓勵我就好了 怎麼都生寶寶 目前預產期是7月25 7月25其實是獅子了 但我會希望他提早兩個禮拜出來 就是巨星 原來有什麼想做YouTuber 其實是誤打誤撞做YouTuber的 因為原本有被一個演藝圈的長輩 原本他要簽我做藝人 然後我那時候說藝人是沒有隱私的 然後我覺得我的隱私很重要 萬一把他被個瓷挖過去 所以我就拒絕了 結果酷炫找我做YouTuber 我就想說網紅跟藝人應該有差吧 我就做了 結果就被騙了 網紅跟藝人是吧 然後為什麼喜歡湯宇呢 其實我是在意生活中的小細節 然後我也是一個很注重細節的女人 所以要感動我就是要從生活中做詞 比如說她會自發性的去洗碗 去洗衣服 折棉被 整理家裡的大小事情 總而言之就是把我當一個廢物在對待 最後你跟湯宇這幾次 目前懷孕了 所以因為現在寶寶還是在前期階段 所以不適合做X 因為他會怕 其實男生的前列腺素 所以是催產素 好早產喔 就是會容易流產 男生的經驗裡面有一些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就會導致 女生的子宮收縮 子宮收縮就會可能會有流產的跡象 所以醫生會建議說 在三個月以內先不要做 最安全的做X時期是 懷孕中期 懷孕後期 快生的那三個月也最好不要做 因為那時候就可能會有早產 出國旅遊跟康宇都是AA制還是 我們出國旅遊幾乎都是AA制 那如果我有要請他拍片的話 我會特別跟他說 那我幫你出雞加酒 你幫我拍片 他會比較甘願的幫我拍攝 會因為結婚後立犯偷吃被抓到 就決定離婚嗎? 會 連偷吃都不會騙 笨死了 會講生第三個嗎? 嗯...不確定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要遇到 才能知道未來會怎麼走 因為我自己發現我這個人是很容易變的 就是我會兩年變一次 我的想法每一天都在改變 湯與符合當初找另一半的標準嗎? 湯與符合 跟另一半是會有幾種體味? 剛在一起的時候會翻來翻去的 大概會有三到五種 啊現在 到五種很多了 現在在一起久了只會有兩種 像站面跟背面 對 一般也只有這兩種 五種真的很多 跟湯與怎麼為之心情感? 不知道欸 這個問題有點難回答 因為我的愛是一天比一天濃烈的 我到現在有時候看到他的臉 然後他湊近我的時候 我還是會那種小鹿亂跳 覺得很像初戀的感覺 爹爹跟湯與相處多久後才把他當爸爸的感覺 他現在也沒有把他當爸爸 那兩個人當初是怎麼樣相處不然的? 一開始就是把他當成我某一個朋友看待而已 那我就有去跟爹爹溝通說 叔叔每次都對你這麼好 假日也是他帶你出去玩 然後他買飯給你吃 他接你下課 然後你現在居然說 他憑什麼管你? 他是你的誰? 他是你的叔叔啊! 好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啦 這是我90萬要訂閱的QA影片 我是雷拉 我做YouTuber已經四年一個月了 我總共拍了275部的影片